每到了中午就是仁愛鄉親愛部落老人家們 最窩心的時刻 因為部落年輕人送來熱騰騰的愛心便當 要給他們享用 老人家填飽的不只是肚子 大家聚在一起邊吃邊聊 是這群老人家每天期盼到來的歡樂時光 部落裡有很多老人不管是獨居還是孩子在外工作 無法全程照料 要他們自己料理三餐 對於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家來說 是一件困難的事 有的不是餓肚子 不然就是隨便吃相當的不健康 因此為了讓部落老人每天能吃的健康又快樂 部落有一群年輕人自掏腰包為老人做送餐服務 雖然是自發性的服務 但每一道菜肴一點都不馬虎 餐餐針對老人身體狀況制作出營養午餐 他們有很不一樣是他們會有高血壓還有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幫他們 我們就找營養師來幫他們設計菜單 老人家非常感激他們的愛心 這群愛心志工們很多都是部落婦女 有的出錢 有的出力幫忙煮飯菜 他們送完愛心午餐之後才回去處理自己家事 看他們如此熱心 部落裡也開始有人受到感召 經常送些菜給他們 讓他們的負擔減輕一些 目前雖然只有中餐 但至少在這個部落裡頭 不需要依賴外界援助 部落年輕人自己動手幫助老人 原來舉手之勞 自己也可以成為部落點燈的人 急診漏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